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新 希腊酸奶水果碗的自然美味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早餐选择 希腊酸奶水果碗 这道早餐不仅能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还能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味 让我们从历史 营养和文化三个角度来深入探讨这个美食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希腊时代 希腊酸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 当时的希腊人就已经掌握了制作这种浓稠酸奶的技术 例如说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赫拉也曾经享用过这种美味 想象一下 当你吃住希腊酸奶水果碗时 你其实是在品味一段古老的历史与众神共享美食 这感觉是不是很神奇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营养价值 希腊酸奶富含蛋白质和益生菌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而水果则提供了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这样的组合不仅能够增强免疫力 还能让你的皮肤更加光滑 你知道吗 在古希腊 运动员们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 常常会吃一些酸奶和水果以保持最佳状态 所以吃一碗希腊酸奶水果碗 你也能感受到奥运进而的力量 最后我们来谈谈文化意义 希腊酸奶水果碗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它还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 简单 自然 健康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 让我们常常忽略了饮食的质量 而希腊酸奶水果碗则提醒我们 回归自然 享受食物的本质味道 这就像是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 让我们在盲目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 总结一下 酸奶水果碗不仅有助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营养 还蕴含住深刻的文化意义 下次当你想用这道美食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坐在雅典的阳光下品味住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奏 这样一来 你的早餐不仅仅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希望大家都能在盲目的生活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碗希腊酸奶水果碗 享受自然的美味 拥抱健康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热情 墨西哥鸡肉卷的一国风情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 充满一国风情的美食 墨西哥鸡肉卷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顿午餐 它还是一顿历史 一种文化的缩影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道美食的神秘面纱 首先 让我们从名字开始 墨西哥鸡肉卷 顾名思义 这是一道来自墨西哥的美食 这个充满热情和色彩的国家 不仅有助瑰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墨西哥鸡肉卷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之一 这道菜的核心是鸡肉 鸡肉在墨西哥料理中有助重要的地位 墨西哥人对鸡肉的热爱 可以追溯到古代阿兹特克文明时期 当时鸡肉是贵族和祭司的美食 普通百姓很难得以品尝 随着时间的推移 鸡肉逐渐成为了墨西哥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新鲜的鸡肉 正好是鸡胸肉 因为它肉质鲜嫩 口感最佳 然后 我们需要一些墨西哥特有的香料 比如辣椒粉 孜然粉和香菜 这些香料不仅能增添鸡肉的风味 还能让你感受到墨西哥的热情和活力 当然 墨西哥鸡肉卷的灵魂 还在于它的卷饼叫做tortilla 是用玉米粉或小麦粉制作的 玉米在墨西哥文化中有著神圣的地位 被视为生命的象征 据说古代阿兹特克人相信 他们的祖先是由玉米创造的 所以 每当你咬下一口墨西哥鸡肉卷 你不仅是在品尝美食还是在品味历史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墨西哥鸡肉卷的多样性 这道菜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进行调整 你可以加入一些新鲜的蔬菜 比如生菜 番茄和洋葱 也还可以加入一些墨西哥特有的调料 比如沙沙酱和酸奶油 让味道更加丰富 最后 我们来谈谈墨西哥鸡肉卷的文化意义 在墨西哥 植物不仅仅是用来填饱肚子的 它还是一种社交活动 墨西哥人喜欢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美食 这种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所以 当你在享用墨西哥鸡肉卷的时候 不妨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感受一下 墨西哥人的热情和好客 总结来说 墨西哥鸡肉卷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午餐 它还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的缩影 希望大家在品尝这道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墨西哥的热情和活力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温暖 南瓜浓汤的秋日温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既温暖又美味的话题 南瓜浓汤 这道汤品不仅是秋日餐桌上的明星 更是充满了历史和文化的韵味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南瓜浓汤的魅力吧 首先 南瓜这个食材本身就有著丰富的历史背景 南瓜原产于美洲 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印第安人所栽培 当欧洲探险家 哥伦布在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时 南瓜也随之传入了欧洲 这种橙黄色的蔬菜迅速成为了欧洲人餐桌上的新宠 尤其是在秋天 南瓜的丰收象征住风衣足食 说到南瓜浓汤 这可是秋天的代表作 想象一下外面秋风瑟瑟 树叶纷飞 而你坐在温暖的餐桌旁 眼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南瓜浓汤 这种感觉简直就是秋日的最佳写照 南瓜浓汤的制作其实并不复杂 按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温馨 南瓜浓汤的基本材料 包括南瓜 洋葱 胡萝卜 马鱼薯和高汤 这些食材经过细心的烹煮和搅拌 最终变成了一碗香浓可口的汤 当然 根据个人口味 你还可以加入奶油 牛奶或者椰奶 让汤的口感更加丰富 这里有个小秘密 在汤里加一点肉桂粉或者姜黄粉 不仅能增添风味 还能让汤的颜色更加诱人 南瓜浓汤不仅美味 还有助丰富的营养价值 南瓜富含维生素 BAC和鱼增强免疫力和保护势力 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南瓜的纤维含量高 对于肠胃健康也有益处 所以这碗汤不仅能温暖你的胃 还能滋养你的身体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美国的感恩节 南瓜浓汤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1621年 当时的清教徒和印第安人一起庆祝丰收 南瓜就是他们的重要食材之一 虽然当时的南瓜浓汤 可能没有今天这么精致 看它代表了感恩和分享的精神 这一点至今未变 最后让我们用一点幽默 来结束今天的话题 有人说南瓜浓汤就像是秋天的拥抱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温暖 那么这个秋天 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碗充满 爱与温馨的南瓜浓汤吗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祝大家有个温暖的秋天 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收听与观看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同探讨了三道既美味 又充满文化内涵的餐点 希腊酸奶水果碗 墨西哥鸡肉卷 以及南瓜浓汤 这些美食不仅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色彩 还让我们穿越时空 体验到了不同文明的饮食文化 希腊酸奶水果碗带我们回到了古希腊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纯粹美味 与众神共享的愉悦 墨西哥鸡肉卷 则让我们领略了墨西哥的热情与活力 品味了来自阿兹特克文明的历史遗产 而南瓜浓汤则为我们带来了秋日的温暖 让我们在感恩的氛围中 与家人朋友共同享受这一份浓浓的爱意 这些美食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味蕾 更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丝宁静与愉悦 希望大家都能在日常生活中 尝试这些充满文化与历史的美味 让每一餐都成为一段美好的旅程 最后 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分享你的心得体验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也有一些特别的美食故事 想与我们分享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交流 学习 共同探索这个美味的世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